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喇叭州的由来 喇叭州有七宝五味州的美名 据说喇叭州传自印度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修道 每日仅十亿马亿命 后终悟道成佛 后人不忘其所受苦难于熬煮喇叭州作为纪念 亦有讲喇叭州起源于原末明初 朱元上落难时 把五谷杂粮熬煮成州 后平定天下以喇叭州作为纪念 喇叭州的作法 燕精粹实际喇叭州 记载 喇叭州者 用黄米 白米 姜米 小米 零1米 栗子 红姜豆 去皮枣也等 开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 杏仁 瓜子 花生 珍瑶 松子及白糖 红糖 锁锁葡萄 以做点燃 冰带的用料 加姜米 白果 和桃仁 栗子等煮粥 后中国各地喇叭州的花样 品种繁多 各种粗粮 豆类 坚果 水果 甚至肉丁都可入粥 可按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搭配粥的原料 制作方法将需去皮去核的提前处理后 洗净浸泡后 大火煮开小火慢炖 不出的辣巴粥不具特色 辣巴粥的营养本草纲目 记载 冬天喝辣巴粥可畅味气 生津液 温暖滋补 可以驱寒 从营养学的角度讲 辣巴粥包含了多种食材 符合食物多样 粗细搭配 营养均衡的理念 所用骨类与豆类形成蛋白质互补 补充微矿及膳食纤维 再加上优势脂肪酸丰富的坚果 让美味与营养一应俱全 减肥可否喝辣巴粥 减肥的目的是减脂 低碳固然重要 但仍然需要保证营养 食物多样的辣巴粥 可以替代精密败面 达到食碳的同时 又降低了摄入的能量 而且还补充了利于体控的蛋白质和促进肢类代谢的膳食纤维 减肥是可以喝辣巴粥的 但建议少放糖 且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选择适合的辣巴粥食材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 添加金米 糯米 糯米等食材不样疲惫 心脏功能不好的人群 添加花生 枸杞 大枣等食材意气养心 肾脏功能不好的人群 添加黑米 黑豆 黑枣等食材滋阴益肾 肺脏功能不好的人群 添加百合 莲子 雪梨等食材滋阴肺 适合女性的辣巴粥 添加桂圆 花生 红豆 红糖 枸杞驱散寒冷 适合小孩的辣巴粥 添加干果碎 水果干让颜色更丰富 周围更香甜 适合老人的辣巴粥 添加燕麦 大麦 云豆酱汁控糖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小孩养生 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一碗美味又营养的辣巴粥 快和爱的人一起分享吧 作者信息 郭小薇 国家一级健康管理事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各位朋友 生活中 你们喜欢怎么做辣巴粥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们的营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